第一个这个讲不通的原因就是说 任何一个政府 尤其是在六都 如果说一个重大计划 已经经过可行性评估 中央把你给核存以后 你很难说 我下一个政府说不要 我重新要来做一个变更 哪怕我会再增加两三百亿的 这个预算出来 哪怕再多延档个几年 我也不惜 一定要把原来通过的 中央通过的一个路线 来做一个变更 如果要这样做 有一个前提 就是说当初林佳龙所通过的 这个经过中央核准的 这个可行性评估的这条路线 你们认为有重大的一个瑕疵 那这样来讲的话 对社会跟社会来对话才通 否则的话你继续把它看 这个其实整个案子很简单 你不管是从水南机场 你从原来这个地方 要盖社会住宅 那你商人建商 他去买到了 他也知道说 我旁边这个地方 要盖社会住宅 所以我出的价格是这样 后来你说 全部另一块那块 本来要盖社会住宅 你也标出来 被我买到了以后 那开什么玩笑 那当然土地 马上就涨起来了 涉及的是土地的问题 那同样的 这个路线的 你涉及到了 你会觉得怪 路线的一个变更 又涉及到车站跟路线的 又涉及到旁边周遭的一个